这个地骨在狐狸板上到底能不能爬呢 志鹏掉蚂蚁 愿者上钩 咱们车车打铁 看看他到底有多凶 打开兵器 摇一摇 乡村大集合 奖品等一拿 赶快 摇起来 集合乡村奇妙事儿 快快乐乐 各时一 手机摇一摇 奖品滚滚来 乡村大集合 十一送欢乐 昨天的乡村大集合节目 已经跟大家展示了很多乡村的牛人绝技 没错 那表演真的是精彩绝乐 必须有掌声 此刻有掌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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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乡村里有本事的牛人还真是不少 在乡村有本事的牛人不少 而有本事有绝技的动物 那也不在少数 没错 人 怎么了 哎呀 你看这秋天的蚊子还真厉害 说话 说话说秋后的蚊子猛的虎 母蚊子要吸食大量的血液来促进它繁衍后代 所以说秋天的蚊子更猛 更毒 说到这个毒啊 自然界当中很多动物它就是靠着这个毒来生存的 而且往往靠着这个毒能够一招之胜 比如说毒蛇 还有蚊子 差点把鞋都踩掉了 我跟你说 他吓人 四个字形容刚刚复一龙说的这叫五毒俱全 伍毒俱全说的可不是动物 那什么呀 那可说的是某些人的不良行为 张冠理代 什么就是张冠理代 他刚刚说的这五种动物它都有毒 你有点文化好不好 你们别争了 咱们还是赶紧跟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 常说的自然界动物的五毒到底有啥本事 在民间自古就有五毒之说 毒蛇 蝉蝠 壁虎 蜈蚣和蝎子被称为五毒 五毒之手被毒蛇莫属 说到毒蛇 眼镜蛇又宽又大的头总是高高昂起 五部蛇毒性大 如果不幸被他咬中 走不出五部就会中毒而死 那么如果眼镜蛇碰到五部蛇会怎么样呢 现在咱们就让他俩比试比试 高手过招就是这么快 还没看清楚就已经结束了 让我们通过慢访再仔细看看 看到了吗 这次袭击其实只用了0.5秒就完成了 看来这五部蛇的绝技就是快 凭借这快的绝技瞬间完胜对手 五部蛇的毒液被成功射入眼镜蛇体内 而眼镜蛇被五部蛇咬伤后 高傲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瞧见了吧 实际上呢 这个五部蛇的牙呀 人家是空心的 当这个牙勾住了 或者咬进去这个被攻击对象的肌肉当中去 这个毒液呀 就会顺着这个牙齿注入到其中 说白了 它就是起到一个注射系的针头的作用 就这个意思 当然了 同样是毒蛇 人家告诉我呀 这个五部蛇的毒牙呀 是相当长的 也就意味着 它能够深入到被攻击对象的肌肉深处 所以呢 这个毒啊 非常难清理 看完了五部蛇的绝活 咱们再来看看五毒之中排名第二的蝉除 能排在五毒之中的第二位 那可不是朗德居民 蝉除的毒液藏在它的耳后线中 遇到危险就会喷尸而出 如果不慎进入人的眼睛或伤口 就会导致中毒或者死亡 不过今天咱说的不是毒液 是脱衣物 据说蝉除的绝活是在水里跳脱衣物 现在咱们就把蝉除放到水里看看 它到底怎么样跳脱衣物 您看蝉除表面出现了一层薄薄的东西 慢慢的越来越多 您别说还真的是想慢慢的脱掉了一层衣服 其实这是蝉除在退皮 在蝉除生长的过程中 每退一次皮蝉除就长大一点 一只蝉除一年要脱皮十次以上 蝉除脱下的这层皮也叫蝉衣 是一种名贵的药材 让蝉除在水里脱皮可以使蝉衣更完整 您看这些就是晾干后的蝉衣 薄薄的就像蝉的翅膀一样 那么这些看起来薄薄的蝉衣到底有多重呢 咱们再来验证一下 那么这个蝉衣呢 你也能看到非常的薄 这透着光啊 几乎都能看出人影来 但是啊还是有重量的 咱们现在多拿几张来撑一下 来 现在咱们多拿点啊 这一轮大概是120张左右 咱们看看 大概有多重 这120张左右的这个蝉衣呢 大概是35克左右 那也就是说这一张蝉衣的重量啊 大概是在0.3克上下 在市场上啊 这个蝉衣一公斤的价格能卖到一万元 那么平均算下来呢 这么薄薄的一张啊 就可以卖到三块钱了 下面盖五毒之中 排名第三的壁虎出厂了 壁虎之所以能排在五毒之中 是因为民间传说 壁虎的尿液有毒 许说是入眼则瞎 入耳则聋 不过经科学研究表明 壁虎的尿液并没有那么大的毒性 中医上讲 它是有小毒的 但是呢 这个毒要是分清楚 并不像老北京所说的 说这个尿液中含有毒素 然后人沾染到这个尿液 或者是接触到以后 然后会产生一些 什么不好的这个情况 这个是没有的 不过今天 咱先不管它有毒没毒 排名五毒之中 就得有点绝活 壁虎壁虎 最牛的崛起 当然应该是 它的攀爬能力 壁虎可以在墙壁上 快速爬行 上下左右 行动自如 不过今天 咱们加大难度 不让它爬墙 咱让它爬玻璃 壁虎能在这光滑的玻璃上 爬行自如吗 您看这里啊 我准备了一个铁板 这个呀是非常的光滑的 看一看小壁虎在上面 能不能爬行 就是铁板啊 完全难不倒它 行动自如啊 不过不要紧 我这还有第二关 玻璃板 这个呀比铁板就更光滑了 不知道这个壁虎 在玻璃板上到底能不能爬呢 哇您看 我刚刚把它给放上去啊 它这个爬听速度就特别的快 非常的灵活 通过观察发现 原来壁虎的脚上 有很多细小的绒毛 据说有近五十万根 就是靠这些绒毛的吸力 使它可以在光滑的玻璃上 甚至在水面上 都能够行动自如 除了攀爬能力外 壁虎还有一样绝活 就是断尾求生 那么它的断尾 是如何帮助身体逃生的呢 您看到了吧 尾巴虽然断掉了 但神机并没有立刻死亡 它的断尾还可以继续跳动 来干扰敌人的注意力 让敌人误以为 这跳动的尾巴就是壁虎 而趁着这个时候 灵活的壁虎 早就快速地 溜之大吉了 五毒之中的第四名 就是蜈蚣 那么蜈蚣的绝技 到底是什么呢 从外形上来看 蜈蚣有二十一顿 共四十二只脚 看起来就非常凶寒 对于壁虎排名 五毒之中第三位 蜈蚣自然是不服气 决定和壁虎斗上一斗 壁虎全身都被蜈蚣的祖物给缠住 无法施展他的断尾逃生 五毒第四名 成功逆袭五毒第三名 壁虎虽有断尾神功 不过毕竟个头很小 败给蜈蚣也仅有可原 下面咱们得给蜈蚣找个大个儿的对手 您看就是他 小白鼠的个头和体重 比蜈蚣大了好多倍 在战斗中 一旦接触对方 蜈蚣马上就会弯曲身体 用自己的三十二个脚死死抱住对方 同时头部的两个大凹 扎进对手体内 并喷射毒液 直到杀死对手 所以这蜈蚣的绝技 就是百足缠绕数 蜈蚣靠自己的脚多来取胜 蜈蚣却只凭着一个厉害的尾巴 行走天下 蜈蚣尾巴上有一个大大的毒刺 毒刺的下面是个球囊 球囊里面是毒线 蜈子的毒液就藏在这毒线里 遇到危险时 蜈子会用毒刺攻击对手并释放毒液 那么这蜈子的毒刺到底有多厉害呢 您看这只小狗就想挑战一下这毒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狗本想尝尝这蝎子的美味 没想到反被蝎子折得痛不欲生 看来蝎子的毒液确实厉害 其实这蝎毒不光厉害 它的药用价值也很高 国际市场上每克蝎毒干粉的价格高达一千美元 取到蝎子的毒液就等于取到了财富 但是蝎子行动敏捷反应快速 我们能够从它灵活摆动的尾巴毒刺上 取到蝎毒吗 我现在也可以让蝎子害怕的发抖了 我觉得让这个五毒之手 臣服在我的手下 应该特别有成就感 试试吧 它这尾巴动来动去的不好夹 找它这个尾部的针 很难找 抓住了 然后把它的尾部放在瓶口 按动开关 一 二 出来了 我发现它这个量真的是非常的少 从它的这个毒针慢慢的渗出一小滴 你看现在它的尾部还沾着一点毒液呢 要想顺利取毒 又不要被蝎子所伤 就得有绝技 这个绝技就是电击法 用缠有电线的镊子 夹住蝎子的尾巴 放在瓶口 按动开关 蝎子就会射出毒液 打开微信摇一摇 乡村大集合奖品等你拿 赶快摇起来吧 好家伙 一克蝎毒干粉 价值高达一千美元呀 真是厉害 不过你怎么就这么采能 就电击是有点钱 本来就是贵嘛 我是觉得这武德绝技 真的是个个都精彩 说的有道理 但严格的说 这个蝎子的绝技 叫电击取毒法 那是咱人类的绝技 是养殖者的绝技 没错 这些毒物呢 其实都是人工养殖的品种 目的就是要为我们人类所用 其实呢 除了刚刚啊 慧龙所说的这些动物之外 还会一些毒虫 那也是相当凶猛 而且有一些还是野生的 特别难以驯服 故弄玄虚 难道比我刚才那个武毒还厉害 你还别说 应该叫各有千秋 行行行 别卖关子了 赶紧吧 认识这些家伙吗 他们就是马蜂 他们的大嘴 长得像钳子一般 非常有力量 撕咬能力超强 遮掩时的马蜂 具有可怕的攻击性 马蜂的腹部 有一根长针 还能发射风毒 如果不小心被他们折到 那绝对是刺痛难忍 严重者还会导致死亡 所以这马蜂 也被称为杀人蜂 而且马蜂发动攻击时 是四面八方 密密麻麻的群起攻之 平水里要想接近这些马蜂 就必须要穿上厚厚的防护服 您看这条冒失的小狗 误闯到了马蜂的领地 不过他完全没有发现 危险正在逼近 您看只不过一只马蜂就把小狗给击退了 从小狗痛苦的表情来看 这马蜂确实够厉害 不过就是这位万大哥 却准备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来给马蜂挤腰带 万大哥的工具就是一根长杆 上面用昆虫做诱饵 看有马蜂出现了 就是他了 直接万大哥掏出一个塑料薄膜做成的活套 看看就是这个 万大哥给贪吃的马蜂系上了腰带 马蜂并没有察觉 那么万大哥为什么要给马蜂系腰带呢 原来马蜂的腰带是万大哥给马蜂做的标记 系了腰带的马蜂给不快 万大哥通过跟踪他就可以找到马蜂的潮雪 万大哥能给吓人的马蜂系腰带 这也给我们的记者极大的鼓舞 他想要挑战一个看起来更吓人的事 您看 这个池子里满满的可都是水质 水质的前后两端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吸盘 据说如果一不小心被它们吸住的话就很难甩掉 它们专门吸食人和动物的血液 而记者小邓要挑战的事 就是像这位大哥一样光着脚下到这个池子里 还要把水质放在手上 你看 您还敢这么抓他 对 他也不要冷 他不要冷的 你看看 我爬在身上也不要紧的 他也不要紧 他不要冷的 好 爬进去 你也下来 赶坐一下 你看你下去试一下吧 赶不赶 让我下去 你看你不敢 不 你赶了 不敢的 啊 我要下去吗 对 你来呢 我说你不敢的 我喝入戏了 我下去 我来扶你吧 没事的 这里边没有泥巴的 我出去了 我试试试 他让你站在那儿 不要紧 放心 放心 你下来好了 没事的 你看看 你下多 没有泥巴的 你看 让他游躲 让他游躲 你看看 他不是 夹我腿 没事 没事 你看 脸上也可以 他一不吸来 他一不咬人 你看 我感觉 他是不咬你的 他未必不咬我吧 不咬的 你拿着 让我慢慢来 我试试 好软 你看 特别的软 哎呦 他爬这个感觉 太难受了 他这种软软的 小邓发现 这些水质 虽然看起来 让人毛骨悚然 但是 他们遇到刺激 也很警觉 就这样 不停地晃动 他 猜猜 会出现 什么情况呢 从长形的软体 变成硬邦邦的小球 这说明 这种水质 伸缩性非常好 那么这些水质 为什么没有吸住 小邓的身体 吸食它的血液呢 原来这些水质 不是普通的水质 它们叫宽体金线质 是养之户 专门饲养的 据说 它们的药用价值 高着呢 宽体金线质 不喜欢吸血 所以大可 不用怕它们 那么它们 喜欢吃什么呢 有人说 它们喜欢吃的东西 是螺丝 我们这次 在水底 架设了水下摄影机 可是 这螺丝 有着厚厚的 一个硬壳 看似软弱无力的水质 真的能把它 吃下去吗 咱们还是来看看吧 看到了吗 水质先用后面的吸盘 紧紧吸住螺丝 并把螺丝团团缠住 然后再用前面的吸盘 从开口处 吸开螺丝的盖子 把头伸进螺丝的壳里 进行吸食 凭借吸盘 强大的吸力 最后就可以把螺丝吃掉 它是包在里边的 包在里边了以后 它通过后血盘 拉开来了以后 这个前血盘你看 钻到里边的 是吃它的后边的液体的 轻点轻点 这就有一些 你要是如果 脚步快了 都可能经弄它 慢点 看到了吧 目前还是比较安静 千万不要惊动它 你先慢慢地灌着 下面上场的这位 虽然个头小 不过能耐却很大 它的名字叫大山蚁 也叫红蚂蚁 它的身长只有一厘米 平时身体颜色 呈暗红色 当它愤怒时 腰部的红色 会更加明显 它们对外部威胁 反应非常迅速 并且一大群蚂蚁 会行动一致 一旦咬住敌人 就会死死咬住不放 遇到强大敌人时 还会喷射乙酸 那么这个乙酸 到底有多厉害呢 下面我们就邀请 两位对手 分别上场尝试一下 看看乙酸 到底会给它们 带来什么后果 首先上场的是个毛毛虫 这只毛毛虫 好像知道大山蚁的厉害 拼命想要逃走 虽然毛毛虫的个头 比大山蚁大了好几倍 不过却是完全没法抵抗 很快就被大山蚁杀死 并拖到了蚂蚁洞里 成为了大山蚁的盘中餐 其实不只是毛毛虫 就连蚯蚓蚂蚱 甚至是蜘蛛等等 统统都是大山蚁的手下败将 下面我们再换一个 个头更大的对手上场试试 这位对手就是 位居五毒之一的蚕蚱 不但个头大 同样也是深藏有毒素 这样的对手 就算不能打败对手 至少也应该全身而退吧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 自然界就是这么残酷 弱肉强食的情况 随时都在上演 但是我就特别奇怪 一个问题 你说刚才活蹦乱掉的 这样一只蚕蚱 怎么在短短的时间 就趴在这个蚁包上 不能动它了呢 这个蚂蚁有这么一个特性 当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凭力气 它有一种化学武器 就是给你喷射蚁酸 使你就是在短时间内就窒息了 原来大山蚁射出的蚁酸 对神经有麻痹作用 可以在短时间内麻痹对手 对手的神经受到麻痹后 就无法正常呼吸 最后就会窒息而死 打开微信摇一摇 香村大集合奖品等你拿 赶紧摇起来吧 想不到啊 这小蚂蚁啪啪啪啪 就把这蚕蚪给撂倒了 有意思是挺有意思 那这几样东西对咱们人有用吗 你还别这么说 那用处是相当大 贡献很大 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山椅 把它晾干之后磨成粉 食用可以预防风湿以类的疾病 水龙有可能你这个病人就有救了 我这也有呢 这个水质本身就是因为中药 那至于马蜂嘛 卖个关子 对啊 这小片里可说了 马蜂系上腰带之后呢 就飞得慢 跟踪他就能找到马蜂的巢 那找到巢以后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想知道吗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呢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万大哥吗 他们跟着系腰带的马蜂 很快找到了马蜂的巢 还没有走进这个马蜂窝 我都已经感觉脱不过气了 穿上这个衣服 这个太大了 我有那个穿太空服的感觉 穿上厚厚的防风服后 就开始挖马蜂窝了 很快 一个巨大的马蜂窝 就被挖出来了 马蜂窝都是一层一层的 蜂巢中这些蠕动的白色虫子 就是马蜂的蛹 也就是人们跟踪马蜂后 从马蜂窝里掏出来的宝贝 拿到马蜂窝后 首先要用火烤掉蜂巢表面的膜 然后把蜂窝取出来 那么万大哥他们 要拿这些马蜂窝做什么呢 天哪 他们就这样把生的马蜂窝 直接放到嘴里吃掉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除了直接生吃 他们还把马蜂窝用油炸了吃 据说这道菜不便宜 一百多元一份呢 这道菜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 那绝对是道黑暗料理 吃的时候 这个外面觉得有点酥酥的 但是里面的这个吃起来的感觉 就像那个 有点像起司的感觉 黑暗料理第一道 白色马蜂窝 马蜂有风毒 有人敢吃马蜂窝 蚂蚁有乙酸 也有人说敢直接吃蚂蚁 敢说这话的勇士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的记者小孙 这蚂蚁的议算可不好惹呀 前面的节目里 可是有前车之鉴的 小孙同志的这次冒险 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找一个工具 这会儿就是志鹏吊蚂蚁 愿者上钩 你这么死不行啊 你这么死不行啊 压我舌头了 但是吃进去以后 就觉得一股浓浓的酸味 特别特别酸 我刚才可能也就吃进去了两三只蚂蚁 但是咬开以后 就感觉整个口腔里头弥漫的 都是这种醋精的这种酸味 特别特别酸 原来蚂蚁体内的乙酸非常浓 吃起来特别酸 第一口下去会把人酸得一机灵 我国民间认为 蚂蚁具有药用价值 对风湿关节炎等有治疗效果 在昌白山地区 人们把大山椅采集回来晒干后 再磨成蚂蚁粉食用 从小的时候 包括我们老人都知道它会致病 风湿病 尤其是这些腿疼 胳膊疼 一天下雨就要疼的这种病 除了做成粉 大山椅可以直接入菜 比如这道蚂蚁炖豆腐 黑白分明 酸爽适口 这可是当地一道著名的药膳 黑暗料理第二道 红色大山椅 马峰永和大山椅是一白一红 下面咱们再看看这个绿的 这些绿油油的家伙 叫豆青虫 豆青虫身上一共有三对凶族 四对富族和一对伪族 族上长着很多小稻钩 凭借着这些小稻钩 豆青虫可以牢牢地抓住植物的藤叶 就算有大风大雨 也不能把它吹走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它的能耐 豆青虫的小稻钩 豆青虫的小稻钩 在一片上专门吃大豆的叶子 对于种植物来说 豆青虫是十足的害虫 不过在林云港市的坂浦镇 豆青虫却被做成了一道美食 当地人是如何把这绿油油肥多多的虫子吃到嘴里的呢 这个豆青虫啊 闻上去的味道呢 是那种豆香的清香清香的感觉 呃 还有点小清新 这个可好吃的 好吃啊 那我尝尝 您说是先吃头还是先吃尾呢 啊 大姐还是你来吧 我来 看好了 好 哎呦 它会不会一半在里头 一半还在外面动啊 也有可能 啊 开玩笑的 这个不得生吃的 我说的 先把豆青虫洗净 然后用擀面杖 把豆青虫里面的肉擀出来 把虫皮去掉 留下清中白白的肉 这个叫豆丹 把油烧热 把葱姜蒜 辣椒等佐料和豆丹一起炖煮 几分钟后 这道菜就烧好了 这道菜叫烧豆丹 如果你嫌擀虫子的过程太过复杂 也可以直接把整条虫子 炸着吃 怎么样 这两道料理 您敢吃不 黑暗料理第三道 绿色豆青虫 吃完了红的白的绿的虫子 接下来再上一道金色虫子做的黑暗料理 您看 这就是金蝉 您看原来这个呀就是金蝉 它这个颜色呀 是有点这种金褐色的 难怪会叫这个名字 您看这桶里呀就是我和刘大伯今天晚上找到的金蝉了 怎么样不算少吧 有句成语叫做金蝉脱鞘 说的就是它 下面咱们先来看看金蝉是怎么脱鞘的 我这一边找金蝉呀没想到有意外的收获 在旁边这棵树上呀我发现一只金蝉它的身体正在从鞘里往外分离 而且呢头部朝下 据说呀这是已经蜕变快要成功了 下面呀咱们就一起静静的等待 这金蝉脱鞘过程里最精彩的部分 马上就要上演了 金蝉脱鞘其实就是蜕变重生的过程 它从旧的硬壳里先慢慢脱出上半身 然后用前爪做支撑 再慢慢抽出下半身 整个过程要几个小时 一旦金蝉脱鞘成功 它就可以展翅高飞了 而我们要说的这道黑暗料理 就是用还没有脱鞘以前的金蝉制作而成 当地的传统烹饪方法 是把金蝉在油中炸 然后再煎 金蝉做法有很多种 可以煎也可以炸也可以烤 一般情况下在饭店里面都是以煎为主 可以先过一次油 小火慢炸吧 炸出来之后比较脆口感比较好 炸完之后呢 在锅里面轻轻地煎一下 煎上大约三分钟左右 怎么样 被油炸过的金蝉 看起来是油汪汪金灿灿 据说这道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您看这几位吃得多开心呢 金蝉又香又脆 是变了肉替代不了了 比腰肉牛肉好吃 喝的人都吃这个东西 黑暗料理第四道金蝉 如果你觉得前面这几道料理还不够黑暗 那下面这道料理绝对能让你眼前一黑 因为它实在是太黑暗了 它不但浑身乌黑 样子还特别丑 头上长着一对夹子 身上长着触角 尾巴上还长着道刺 看起来特别恐怖 它的名字叫爬杀虫 在石头底下呢 你要亲自翻一翻才看得到 哦 得翻一翻呢 翻一翻 哦 那我不敢翻 我怕它咬我怎么办呀 我怕的 你翻吧 我翻呢 你翻呢 又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翻石头是吧 是吧 这石头好沉的 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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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呀 你摸呀 我打吗 没有 没有 疼 不疼 不疼 咬着肉你都不疼 没咬肉 咬指甲了 你喊啥呀 我害怕 看到了吗 即使是烹饪完毕 它看起来还是非常恐怖 如果您头一次吃 这丑陋的爬沙虫 还真的要壮壮自己的胆子 至于能不能吃下去 就看您的展色了 给我吃 我不吃 我坚决不吃这个 我不吃 你太整我了 不行 我心里整 我太痛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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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 它整我吗 我想吐出来 我不敢咽下去 这咋吃啊 这个 我刚吃嘴里真的感觉 腰好像会爬似的 挺特别恐怖 你看这有好多小爪子 但是一咬完之后完全不一样了 它炸过嘛 所以酥酥脆脆的 而且这里面的肉呢 有一种蛋白质的香味 特别清香在嘴里面 味道特别 就是久久挥散不去的 好像还不错 我再吃一个 这个头啊 嗯 我再来一个 爬沙虫味道虽然不错 不过因为它的样子实在太丑了 就连很多当地人也不愿意直接吃 所以它还有一道做法 就是把它的壳去掉 然后用来煮汤 黑暗料理第五道 黑色的爬沙虫 打开微信摇一摇 乡村大集合 奖品等你拿 赶快摇起来吧 哎呀 刚才看人家吃那么香 咱们也尝尝 这什么呀 蛆 不是 蛆蛆的一个小材人 他把你吓的 大喘气的 这能吃吗 当然了 营养丰富 炸过了 美味可口 这是不错 来来来 你尝尝 你看 不用 你就把我炸了 我看 好吧 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虫子美味 还算是可以吃一吃的 但是还有些动物 那长相 简直就是为了不让别人吃的 哎 豪猪啊 侧吧呀 长的那个样 他就不想让人吃的 没错 为了对付敌人和躲避危险的 据说还有这些带刺的动物 有一些显为人知的绝迹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您看眼前这个家伙 浑身上下长满了长长的刺 看起来威风的不得了 名称也是充满霸气 豪猪 豪猪它是布鲁钢 烈磁科的 它身上有两万根刺 长刺有八百多根 遇到威胁时 豪猪身上的刺会迅速立起来 尾巴也会刷刷作响来吓唬对手 除了这些豪猪还有一个吓唬对手的方法 原来是用跺脚的方式来吓唬对手 好家伙你生气了 那行咱们车热打铁 看看它到底有多凶 借助一下扫把 看到了吗 这家伙 发出攻击是突然之间的 突然之间就射过来了 如果下壶不成 豪猪就要来真的了 这家伙 看到了吗 这身刺可不是好惹的 俗话说 英雄难够美人观 按说再厉害的豪猪 在异性面前 也应该会乖乖地收起他们的刺 变得温柔起来吧 但是有人却说 攻豪猪脾气很大 心情不好时 连女朋友都没办法靠近他 到底哪一方说得对呢 下面咱们就来验证一下 来美女豪猪上场 这家伙 原来熊豪猪在心情不好时 就会脾气非常暴躁 对母豪猪的摄爱毫不动摇 还把母豪猪炸得遍体鳞伤 就连旁边的小狗都吓跑了 刺猬比豪猪的个子小 刺儿比豪猪的短一些 虽然同样长着一身刺 却不像豪猪那样好动 一点没脾气 明年就是说传说是 它是早晚也得给拼骂 人家说反正不能抓那东西 抓那不好反正是 你这些情况不清楚 你生气这个东西 它发现你要 它就指的你要带它 啥子找不到它 在民间经常会发生 有人把刺猬放在铁笼子里 第二天就不见了的情况 久而久之 甚至就传出 刺猬是大仙 会仙术 能够凭空消失 大仙只是说一种传说 放在一个地方 它就是自己会变霉了 实际上是会缩骨 就是说很小的缝隙里面钻出去 淘宝能力非常强 据说他们最拿手的本事不是攻击 而是缩骨术 能从很小的缝隙中逃跑 您看这里有个用石头做出来的通道 非常狭窄 最窄的地方只有五厘米 而刺猬的身体看起来至少要比这个缝隙宽两倍 接下来 这只刺猬真的能从这么狭窄的缝隙逃出去吗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它竟然从这么窄的口里面就又穿回来了 我发现 这个最窄的口的宽度 实际上才五厘米左右 连它身体宽度的一半甚至还不到 可见它真的是来去自如 果然是名不虚传 我真的是见识到了 太厉害了 据说刺猬全身上下 除了头部和脊椎 其余部分几乎都是伸缩自如的软骨 所以可以钻过很小的缝隙 刺猬擅长缩骨弓 能让自己变小 来去自如 而下面这位看起来 似乎是一条普通的鱼 不过您别着急 看好了 它要变了 不敢不敢 从一个扁平的鱼 变成了一个浑身是刺的刺球 它只用了不到三十秒的时间 它就是刺豚 也叫老虎鱼 在它感受到威胁时 它两边的腮会吸入大量的空气 把自己膨胀起来 这时满身的刺也就都直立起来了 有六百多根呢 看见这带刺的家伙 哪怕是肚子再饿的大鱼 也只能网刺心烫啊 好动啊 不管你再带金鱼啊 杀鱼啊 来攻击它 只有你看 它是那么单 全部都这样子 谁都不敢攻击它 这刺豚身上的刺啊 使它保护自己的武器 那么它这个刺 到底有多么的尖力呢 你看 我们准备了这个厚厚的这个素描纸 还有这个西瓜 还有厚的这个泡沫板 我们来做一个试验 刚才我们扎了这个厚的这个素描纸 也扎了这个西瓜 我觉得这表现力都不够 你看 我现在准备了一瓶装满水的矿泉水 我们再来试一下 来 一 二 三 哇 你看 还是轻而易举的 就把这个矿泉水瓶给扎破了 看来这个词真的是很尖力 很锋利啊 咱们再来拜拜它 天哪 好硬啊 您看 您看 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掰不动 非得用钳字才能掰得动 刺层有了这身坚硬无比的刺 还真是安全无忧啊 在海洋里 带刺的可不止刺屯这一种 最常见的带刺生物 应该是海胆了 我现在是在深圳市大鹏区的南澳岛上 如果在沙滩上您发现了这种浑身带刺的东西 可千万不要踩它 哇 好动啊 千万不要踢它 哇 好动好动 我呀可不敢惹它 因为呀它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名字 叫海中刺客 你这一网是捞了多少啊 大概有多少十斤吧 二三十斤来我看看啊 来给我 来咱们看看二三十斤 哎呦好重啊 满满的一筐全都是 哎不过我发现啊 它没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因为这纸海胆本来就只有这么大的 这是最大的吗 差不多最大的就全头这么大 这个海胆很美味很有营养啊 剥开来这个肉提成是三十块钱一斤 哇 这块很漂亮 这个 大块朵鱼了啊 先进嘴里面的味道呢 是那种甜甜的 淡淡的那种甜甜的味道 而后呢就开始有那种海鲜的鲜味了 我有点害怕了 要不要 还要不要跳啊 好吧 为了节目我豁出去了 一会儿见 这不我们的记者就下海去捞海胆了 不过据说这海胆和海胆可不一样 同时捞上来的海胆 就有可能有的值钱 有的不值钱 平安归来啊 这个第一次潜水我感觉非常的兴奋 到水下了之后呢 我发现啊这个水底是非常的清澈的透明的 海胆很多 而且每个看得很清楚 师傅我的海胆呢 在这里在这里看 还是有很多的吧 而且啊我打上了的海胆 绝对比他们的好 你看我打上了海胆的个头 比他们大多了 师傅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可大了 其中两个特别大 它两个不是海胆呢 那两个是海气啊 它会有颜色的挺蓝色的 对蓝色的 海胆是黑色的 挺黑色的 那海气你看那个气啊 你碰见它会吃人的 就堵得很痛的 其他蜜道 有点那个很清的蜜道 海胆是鲜蜜的 蜜道 海胆是很鲜甜的 海气是要大一点苦的 那价格上呢 这个差别很大 原来那个海气啊 市面上只有卖到几十块钱 海胆都卖一两百块钱 原来他们的价值比海胆小多了 打开微信 摇一摇 乡村大集合 奖品等你拿 赶快摇起来 哎呀 这带刺的家伙 真是太厉害了 没错 您要真是赤手空拳的话 还真就对付不了他们 所以说真遇到他们 千万不要动手抓 更不能用嘴咬 你以为人家傻呀 我是提醒你们俩 看着像是聪明 对话还是不对 很聪明 但是说到这个用牙咬 如果您要是没有一副尖嘴 或者是一套钢牙 还真是不要亲密尝试 哎 你说着了 有尖嘴和钢牙的动物倒是不少 他们对付这种坚硬的东西 可都有自己的绝招 哎 那就赶紧给大家一读为快吧 光鹤来自南美洲 身材修长 羽毛艳丽 平常还特别喜欢跳舞 伸手人们喜欢 光鹤就是服唱服塞 心情不利 光鹤非常疼爱着他的母鹤 在吃吃方面 他就是让他母鹤先吃 光鹤就是一夫一致 对爱情比较重成 就是在法庭期间 几时有一个去了 别的鹤要来的话 也不会在一起产生感情 不是一对夫妻 他不会在一起交配的 平常就是在有其他动物 会有人类靠近 母鹤的是公鹤 它会来保护的 这公鹤是比较厉害的 这不母光鹤刚刚生了几个蛋 我们的记者想去把它捡出来 面对突然闯进笼子里的记者 光鹤会如何迎接他呢 原来光鹤不只是外表美丽 同时也很凶猛 哈喽 我来捡你们的蛋了 你看就在那儿 我现在去捡行吗 不行不行 怎么了 这么严重 他一直在攻击我 没想到捡个蛋这么恐怖 原来光鹤不只是外表美丽 同时也很凶猛 特别是那一只长长的大嘴 住在人身上 那是生疼生疼的呀 怎么样 我说他厉害吧 昨天我往里面倒着 他的上去就飞起来了 飞起来我认为正常的 飞起来就抓着开到这地方 哎呀 刚才啊 真是吓死我了 还是穿点防护吧 你说我这捡个蛋容易吗 这穿的 简直就像个挨揍一样呀 他得戴头盔 不过为了能够看到光鹤蛋的样子 我们的记者决定 穿上防护服后再次尝试 那么他这次能顺利拿到光鹤蛋吗 全副武装又回来了 我还是有点害怕 怎么办呢 凡事来讲求策略 我还是绕道前行 我现在心里还是有一点害怕 你要过来 吓死我了 真没想到这个光鹤这么的凶 哎呀 现在捡完了 咱们来看一看他的蛋吧 我找来了三个常见的家禽蛋 来给您比较一下 您就有概念了 这个土鸡蛋它的重量是54克多 鸭蛋重量是76克多 这个家鹅蛋的重量呢 是130多克 最后啊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光鹤蛋了 这个光鹤蛋它还是重一些 它重量是158克 观鹤的绝招是嘴尖 松鼠的绝招却是牙力 在展示牙齿之前 我们先看看松鼠的攀爬绝技 您看看 不管多高的树 松鼠几下就能爬上去 松鼠最喜欢吃的食物 就是松鼠的松子 甭管这松子长得多干 对松鼠来说都能轻松摘倒 不过松子都藏在坚硬的松塔锅里 要知道它们可不那么容易 他吃这松塔可老厉害了 啪啪啪小嘴啊 就这样咔咔几下 就把这外皮一分多钟就全部扒光 松鼠最爱吃的还得是它 这松塔里面包裹的都是密密麻麻的松子 别说松鼠爱吃了 连我都非常的喜欢 哎呀就是啊 这外皮太坚硬了 这包起来可太费劲了 没事我找松鼠帮忙 找他帮忙啊 我把他给忘了 对人家是专业的呀 对呀 来松鼠干活了 哎呦你看小松鼠太够意思了 这上的就给我干活 它们都闻着味儿过来的 赶快赶快赶快 哎呀这个要抢完宝了 哎呀快给我 哈不行啊 你看啊这不一会儿的功夫啊 小松鼠呢把整颗松塔全都包干净了 只剩下一层又一层的松子 这可省了我老事了啊 小家伙谢谢啊 松鼠不光可以轻松的爆掉松塔的皮 就连这样坚硬的山核桃也不在话下 因为这个松鼠它是这个孽齿雷动物 这个牙齿呢会不断的生长 如果说不停的在长的话 它会怎样 上饿和下饿会避不上 然后牙侧会长支起来 然后它会不能进食 然后饿死 所以说呢这个松鼠必须要找一个很坚硬的东西呢 来磨牙哈 让这个牙齿呢磨得短一些 那么这个坚硬的山核桃就是它的磨牙小零食 如果说松鼠的牙齿最坚硬 最先站起来反对的一定是竹鼠 竹鼠说了 松塔再坚硬 那也没有竹子坚硬啊 你松鼠敢来看看竹子吗 我敢 不过要让竹鼠给我们表演 那就得先抓一只竹鼠 您看这个就是竹鼠的洞穴了 据说竹鼠的洞穴非常的深 直接这么挖的话就太费劲了 您看这些农户们 只是把洞口的土简单清理一下 然后放了一个笼子在这里 那么竹鼠会自己钻进来吗 像我们抓的一般就是把那个前洞 先把它土刨开 放个那个田笼在这里 以后就去四处找 找着用东西敲 敲了把它震动它 以后它惊慌了 也就往外面跑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方法是敲山震鼠 对吧 对 出来的出来 抓到 这个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要温和好多 好像没有那么激烈 我觉得它特别的小心谨慎 如果说松鼠的牙齿像个铁钉 那竹鼠的牙齿就像个贴铲 既然抓到了竹鼠 那就该让它们来啃竹子了 竹鼠的牙齿非常锋利 它的肉也非常好吃 现在有人专门从事竹鼠养殖 效益不错 如果您也想养殖竹鼠 我一定要给您提个醒 可千万别用竹笼字或者木头笼字来养竹鼠 原因我不说 您应该明白 刚刚我们在山上抓到了竹鼠 下面这些人抓鼠却在河里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这边这边 哦 这儿 目标出现 不过还没等看清楚 这个家伙就跑了 不过目标区域已经锁定 只要在这里等着就行了 不到两分钟 它又出来了 哇 太热太热 抓着了 哇 好大一只啊 我看看 我看看 哇 这么大一只 天哪 这是老鼠吗 这老鼠惊了吧 大哥 这是什么鼠 这叫射香鼠 和竹鼠一样 养殖射香鼠也必须得用铁笼子 您看 它们的牙齿和竹鼠有点像 就算是坚硬的铁笼子 它们也要时不时用牙尝试一把 据养殖户们介绍 养射香鼠的铁丝笼子要经常更换 否则 它们就会把铁笼子咬断而逃 大多数的射香鼠啊 都是挺凶猛的 但是您看这只是不是特别的乖 因为它是经过咱们四小园驯化过的 不过这射香鼠射香鼠顾名思义啊 应该是可以取射香的 那我之前啊 也见过这个林舍 这远远的一走近啊 马上一股香气就扑面而来了 但是您看它射香鼠 这门拉门去也没什么味啊 这到底能取香吗 王大哥 您看我抱的这只小鼠能取香吗 没有 这个没有射香 为什么 为什么这只没有啊 因为这是个母子 怎么能有射香啊 公鼠才能有射香的 人工养殖射香鼠 目的就是采集射香 据说 用手就可以直接从射香鼠身上采集射香 按摩 像咱们那个按摩多长时间 一般15秒钟左右 15秒钟左右 你看它的尾巴一直在摇 它应该是很舒服是吧 对 哦 滴出来了是吗 您看啊 这个乳黄色的这个比较粘稠的 这个这就是它的香是吧 对 我能试一点是什么味道吗 可以 哎呀好好奇啊 这个就是射香鼠的香啊 您看 在手上这个感觉有点像油脂融化了 这种感觉 这个味道呢 嗯 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清香的味道 像是那种新鲜的花 还有油脂啊 混合在一块 从射香鼠身上挤出的白色液体 味道非常像射香 目前被广泛用于化妆品行业 每只熊鼠 每次可取一克左右的香 每年可取15克左右 每克香的价值在180元 属居然能 嗯 这也太励志了 哎呦 怎么着 你也想产射香 我也产不出来吗 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就是说 说不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呢 还有 能没有发挥出来 哎 有道理 你想怎么个发挥法呢 你比方说 嗯 杜云明天去唱歌 哎 洞洞明天去演戏 就喝 没准都能拿个大奖 啊 有眼光 杜云唱歌 我演戏 你干嘛呀 我我改喊说相声啊 挑战艺术大师马三立 哎呦 来一段来一段 我们听听啊 呃 观众朋友们 明天同一时间 乡村大集合更棒啊 观众朋友可得看啊 观众朋友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带你领略 我们乡村的那些奇妙事 好嘞 各位观众朋友们 明天我们继续 乡村大集合 快乐乡村奇妙事 近在乡村大集合 这个鱼怎么长得新来 这个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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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